中国海空军在战斗机和水面舰艇取得进步 空军装备着剑16和剑20战斗机 同时装备轰6K中远程轰炸机 海军装备着055型驱逐舰和052D型驱逐舰 再加上山东号航空母舰和075型两栖攻击舰列装 其远洋打击和战略巡航迈向新台阶 5月2日 中国海军出动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前往西太平洋进行例行训练 编队包括辽宁号航空母舰 南昌号导弹驱逐舰052D型驱逐舰成都号 乌鲁木齐号和西宁号052C驱逐舰郑州舰 054A呼卫舰湘坦舰和一艘4万吨级901型综合补给舰 在5月7日 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公布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最新动向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冲绳县石渊岛以南 约170公里发现辽宁号航空母舰 编队包括辽宁号航空母舰 三艘052D型导弹驱逐舰 一艘055型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快速战斗志愿舰 弹052C型驱逐舰和054A护卫舰湘坦舰实力航母编队 单独执行任务 由6艘舰艇组舰的新辽宁舰编队正在逼近台海地区东侧海域 在5月16日 中国空军出动出动18架次战斗机 前往台湾周边空域执行常态化绕岛巡航任务 包括6架歼11和6架歼16战机组成重型战斗机编队 承担起空中远程打击任务 再加上一架运8远程干扰机 一架运8反潜巡逻机 两架空警500预警机 最重要是出动两架轰6K轰炸机穿越所谓海峡中线 在台海空域执行威慑任务 而且空警500预警机和运8G远程干扰机承担起空中掩护和预警任务 对相关空域进行干扰 掩护歼11和歼16战斗机台海空域训练任务 随着辽宁号航母编队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 空军战斗机在台海空域进行常态化绕岛巡航任务 东西夹击呈现出对台湾周边空域和海域包围态势 相比以往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 本次辽宁号航母编队创下历年之最 出动7艘舰艇承担起护航和补给任务 堪称最大规模的航母护航编队 再加上55型驱逐舰和05RD型 驱逐舰是海军现役最强的作战舰艇 承担起防空、反潜和反舰等作战任务 而055型驱逐舰南昌舰逐舰担当起起舰 三艘05RD型驱逐舰扮演着带道护卫的角色 护航舰艇阵容颇为强悍 增加防空作战能力 辽宁号航空母舰配备兼15重型舰载机 承担起远程打击和防空作战任务 护航舰艇执行中远程和近程对空拦截和反潜任务 依靠着舰载战斗机和反舰巡航导弹 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妥妥排在印太地区航空母舰前二 整体作战能力仅次于美海军航母打击群 055型驱逐舰和052D型驱逐舰承担起舰队防空任务 是整个航母护航舰艇的重中之重 再加上55型驱逐舰强悍的防空作战能力 是辽宁号航空母舰整个编队的核心 此次辽宁号航空母舰按照美海军标准航母打击群配置 如今美海军航母打击群标准则是配备一艘航空母舰 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二至四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再加上一艘快速支援战斗舰 这跟辽宁号航母打击群配备一艘辽宁号航空母舰 一艘055型导弹驱逐舰和三艘052D型驱逐舰 再加上一艘901型综合补给舰 其中055型导弹驱逐舰也被西方划分为巡洋舰 地位跟美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相同 中国空军在台海空域进行演练 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处在台湾东部海域 呈现出东西夹击的态势 也是在模拟战士封锁台海 也是在警告美日切勿继续打台湾牌 中国海空军有绝对实力 击退美日两国接入 辽宁号航空母舰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 也是承担起阻止美日两国接入 依靠着航母打击群构建起海上封锁线 切断美日两国企图敢于台海地区 毕竟 中国航母打击群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 全部在火箭军中短程战术单道导弹打击下 依靠着导弹将阻止美日两国接入 直接将第一导链全部纳入到打击圈 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 包括055型驱逐舰和052D型驱逐舰 可在第一导链东侧进行警戒任务 配备四面镇相控制雷达 探测距离达到250千米 搭载海红旗9B防空导弹承担其海空封锁 而且055型驱逐舰和052D型驱逐舰搭载 应激18反舰导弹和长舰式远程巡航导弹 其应激18反舰到底最远射程可达到600千米 而长舰式远程巡航导弹射程达到1500千米 055型驱逐舰刚刚试射新型应激21高超音速导弹 增强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远程打击能力 构建起坚固的海空防御网彻底阻止每日介入台海局势 相比美海军航母打击群配备5艘护航舰艇 由1艘提康德洛加级巡洋舰和4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组成 最多可配备500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而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由6艘护航舰组成 其中055型驱逐舰配备112个垂直发射单元 052D型驱逐舰配备64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052C型驱逐舰配备48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054A型护卫舰配备3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总共配备384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防空导弹由海洪旗9B和海洪旗9导弹构建起中远程放空 海洪旗16承担起中进程防空 再反舰作战由英机18超音速反舰导弹和英机83反舰导弹 再加上刚刚试射舰载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中国海空军正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增强区域拒止能力 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直接在第一岛链执行作战任务 其防空、反潜、反舰水平超越日本海上自卫队 再加上空军出动18架战斗机 配合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活动 12架歼11和歼16重型战斗机 再加上2架轰6K轰炸机 形成跟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遥相呼应格局 在空军重型战斗机远程支援下 依靠着配备的反舰导弹 可在距离海岸线2000千米范围内执行空中打击 歼16重型战斗机和轰6K轰炸机配备 英机12反舰导弹 执行空中打击任务 可阻止美海军航母打击群在台海地区附近活动 而中国航母打击群依靠着055型驱逐舰和052D型驱逐舰 搭载英机18超音速反舰导弹和舰载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打击范围直接向第一岛链内外海推进1000千米 在海空军协同配合 采用反舰导弹 将美海军航母打击群区域拒止在第一岛链外海1000千米 而且栽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内作战 中国海空军占据着绝对优势 根本不惧怕美日两国挑衅 正所谓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空军出动重型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台海进行常态化战略巡航 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出现在台海东部海域 也是模拟封锁美日干涉的演练 同时也是强硬对美日的反制 中国海军突破第一岛链一城市时 美日介入台海局势 最终将失败 美航母战斗群现身南海 中方主动出牌 中美或开辟其他战场 目前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至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直都是以支持乌克兰的背后推动力量所存在 所以也更是密切关注着俄罗斯的一举一动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了利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之间的问题 从而达到压制俄罗斯的目的 所以美国和西方国家正竭尽所能 试图在国际社会上利用舆论的力量来对俄罗斯进行打压 至于那些没有参与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的国家 则被美国和西方国家贴上了值得怀疑的标签 而中国作为俄罗斯的亲密伙伴 自然也就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重点关注的对象 在此之前美国副国务卿赦曼甚至声称已经掌握了中国援助俄罗斯的证据 并对中国作出了警告 警告其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中方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一直都是很坚定的 那就是中国始终都追求人道主义 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都不偏不相 始终都没有做过甚至都没有想过要偏向哪个国家 中国自始至终都是把自己的目标定为人道主义的援助 比如惯心被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所困扰的那些普通民众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警告称 中方拒绝美方这种罔顾事实的无理指责 美国背信弃义的做法 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 是造成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议论后 美国不得不承认 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上始终都没有做出过偏向俄罗斯的行为 比如对俄罗斯提供援助 5月3日 有相关媒体表示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在当地时间为5月2日的时候表示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 美国没有发现俄罗斯从第三国获得任何形式的军事援助的迹象 报道中也发现 科比特别指出 他没有看到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向俄罗斯提供任何援助 事实上 乌克兰方面也认为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中对乌克兰是充满善意的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中国一直致力于互利合作 对乌克兰充满善意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在今年1月3日接到命令 前往亚太地区进行新一轮部署 这是林肯号第一次被派往亚太地区常驻 据悉 该航母上搭载了一个F35C舰载机中队 护航舰艇中还有一艘巡洋舰 四艘驱逐舰 妥妥地高配航母打击大队 林肯号在进入印太地区后 就马不停蹄地参加了美日海上联合军演 美飞海上联合军演 本来还预计和韩国在荒海所谓国际海域展开联合军演 因遭到我军四艘055型驱逐舰的驱逐 最后跑去了日本海 跟日本海上自卫队临时来了一场小军演 但美方并没有就此死心 4月26日 该航母群中的桑普三号导弹驱逐舰脱离大部队 独自过航了台湾海峡 行驶所谓的航行自由权 据了解 林肯号目前就在菲律宾海域 而美方一定不会放过这个监察我军的大好机会 距离我军航母编队可能并不远 据日方观测 辽宁舰在美国航母不远处海域进行了舰载机起降训练 另据岛内军事学者研判 解放军此举有意针对外部势力干预台湾问题 对于美方这种跑到中国家门口秀肌肉的行为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勒育成正式进行了回应